天啊,小妖的音效又出bug了 那天,小妖给自己和元件选了这两件衣服就开始进入游戏 进入游戏后,就去找元件 这就很奇怪,她的衣服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小妖记得男主是没有这个款式的衣服的呀 最奇怪的是,你们看脚这里,好像还有一双脚 于是小妖切换成元件 发现,果然有一双脚,这是怎么回事 用喷气背包的时候,也能看见这双脚 于是,小妖开始了一系列实验 小妖先让元件跟着自己跑去咖啡店 路上就很古怪,元件一直往左侧看,也不知道在看谁 刚来到咖啡店坐下时 表面看起来,这里只是衣服的白尾 但是小妖切一个视角,你们看 天啊,真的是一双脚 好恐怖啊 这时,小妖把元件抱起来 哇,更吓人了 怎么有个无头人在我手上 元件的手这样伸得直直的 可是很奇怪 当小妖切换成元件的时候 那个无头人消失了 先去换套衣服看看 什么情况 怎么出现了两个无头人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小妖接着就一直得元件换衣服 换着换着 头居然换出来了 可是,这是谁啊 怎么还翻白眼呢 太恐怖了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那不是什么事吗 我还能够记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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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够记住吗